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影響 日本職棒今年球季延到六月中才開打 但這似乎不太影響 獨賣巨人的調整步伐 結算到八號賽前 巨人均五十八勝 三十敗四合 戰機央聯獨走 瘋狂魔術數字降到十五 領先第二名的世仇版神虎 多達十三場勝差 在今年賽制 央聯只有優勝一席 晉級季候賽的前提之下 監督員稱得更有空間 施展靈活調度 不少相對名氣沒那麼大的球員 都獲得更多的表現機會 教練不迷信於大牌球星 包括大聯盟之力的楊鵬威勒 和上一個Para都積極卡位出賽名單 不過臺灣球迷可能更關心的是 八月十號被下放二軍的楊帶綱 什麼時候可以看到右上重返益軍 以楊帶綱最近在二軍的表現其實還算不錯 但是其實還沒有到那種所謂的屠殺的境界 那因為幾位巨人隊現在在一軍的選 一軍的那些年輕的小將 其實表現的也都還在水準之上 那在這個情況下楊帶綱要升上一軍 其實還滿有點嚴峻 他必須持續在有限的二軍的比賽 要打得非常非常的突出 那我認為在整個球技尾聲 應該有機會讓他上去再試一下 因為原生的監督用人我覺得有一個讓大家 比較心服口服的就是 你二軍打得好就是所謂的二軍王 我一定會讓你上來 那只是因為你表現不好你再下去繼續練 他不會說永遠就讓你當二軍王 完全不給你機會 那我認為楊帶綱也會有這個機會 但是他的機會恐怕會比這一些 甚至於是那種三位數背後 變二位數更少 那你能不能夠掌握到 你如果不能掌握到 不只是今年 我甚至於覺得明年來講 他的機會都會被限縮的 非常非常的少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這對臺灣球迷來講 會感覺到是比較失望 楊帶綱二軍奮鬥中 這個月初直擊電子積分板 超大號的全內打 讓臺灣球迷跨海應援更熱血沸騰 同時也耐心的等待消息 期待右上能夠早點重返巨人的 異軍行列 我來對於是兩位洪化軍採訪報導 雷值回程中 passage 求天端 魔教肯 我們有惇厲害中